哈喽大家好,我是雷哥 玩者们要体验一下昨天进行了更新 更新后上线了新英雄银中军 一上线新英雄那肯定就是要去体验一把的 于是就去打了一把牌位 感觉不太会玩 最悲缺的是连蔡文姬都打不过 那接下来就来一起测试看看 雷哥第一次用银中军打牌位的实战精力 估计很多小伙伴第一次玩也会和鬼哥有一样的遭遇 玩新英雄的时候 第一件是投机王给新英雄带个闪现 打不过可以跑嘛 第二件就是看装备 但是语问的是云中军光还没有给默认推荐装备 这就有点迷糊了 云中军该怎么玩 云中军定位刺客战士 那应该差不多出的都是攻击装满 那也就只能凭感觉出了 一开始队友就说我了 没了解就去玩 最少应该去人机打打 对吧 说的都对 可惜伟哥要做视频 没那么多时间去弄嘛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小伙伴以后 玩新英雄最好 可以先去人机练习一下 不要学伟哥 了解都没了解 就去排位 这样很容易坑队友的 伟哥在上路坚持了很久 不敢出塔 还好后来队友来支援 成功的抢了一个人头 但是没有高兴多久 就被对方的马可给教训了 马可在田湖算是加强了 我以为云中军能飞 怎么说也比他们快 没想到就算有翅膀移动速度 也是提升不了多少的 说实话第一次玩云中军 还真不知道咋玩 大招挥天然后补充下去 以为伤害很高 但是看对方的英雄帽子 没出多少血 一时间还不知道该咋玩 二技能也是属于近距离攻击的技能 又怕被人抓不敢近身 就感觉没有控制技能的英雄 都不敢靠近对方英雄太近 以为能飞就可以在峡谷里浪荡 却发现在能飞也逃不过韩信的追击 打不过韩信就算了 看到上路就一个蔡文姬 觉得去虐他应该没问题 而且没料到最后连蔡文姬都打不过 主要还是他有帮手 打不过蔡文姬咱们去打项羽 觉得项羽就是漏脸 他的伤害也不高 然后就去了 就感觉后悔了 虽然有瑶在身边 但最后依然打不过 只能说星羽群第一次玩的话 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 特别是出装 都不知道该出 怎么出好 最后发现云中军 有时候会有一个bug 就是飞行落地后 会出现走路之事怪异 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好玩 好了 这就是第一次玩云中军的体验 只能说星羽群要多练习 才能掌握技巧 希望官方赶紧给个推荐出装 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打 好害怕 这一次不进化 这一次不进化 主动的给个说法 亲爱的就是爱 亲爱的就是爱 亲爱的就是爱的